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桑姐 大家是不是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每當你滑手機 尤其是社群軟體的時候 常常都會推播一些 跟你有興趣相關的廣告 像我自己就非常愛吃 所以常常說到 廣告都是那種看起來很漂亮 很浮誇的美食 所以這一次我就要來開箱 八種在IG上各種賞心悅目的 廣告美食 那我們就直接開吃吧 第一家 揪手作泡芙 正諾多黑 冰淇淋泡芙 就像我當初看到他IG上的這張圖片 遠看很像菠蘿麵包 然後上面還有一層焦糖 我比起來像這種大堆 他好像沒辦法一口耶 上面的焦糖是會苦的喔 可是我覺得下面這個冰淇淋 它有點像冰凍的醬 好像菠蘿麵有爆是不是 卡士達 所以它是整體的 我可以有看到照片感覺是一口一個 我覺得女生吃一個一爆耶 我來試看看 半退冰的口感 芒果情人果口味 這好吃很多耶 因為它是酸的 稍微半退冰之後 浩芙的層次感就出來了 上面的糖漿會稍微融化一點點 但是它還是有硬脆的口感 下面這個餅乾我覺得 有點太厚 這樣的creaming的感覺 稍微把它拉掉了 如果它餅乾稍微再做薄一點點 我覺得會比較好 那你覺得這個你會回購 我不會 為什麼 可以嘗看看 但就是 它還有更多進步的空間 那第二家呢 是這個Cheese Up的起司蛋糕 不過這個圖片 我覺得它很可愛 你看那個小雷體很像鑽頭 我以為它很像紅鑽頭 招牌就是巧克力 就是花生 我們先來吃它的原味 它蠻細緻的 它比青乳酪蛋糕再濃一點點 但我覺得它餅乾還不錯吃耶 那我們再來吃花生 花生味超重的 再吃花 花生醬 怎麼說到的啊 好酷喔 這超爽 它超濃的 它是香氣很足 甜度又很輕盈 嗯 超爆濃花生 好浮誇喔 欸這很酷 這很酷 哇這個花生真的是有厲害 我有吃到花生碎 就是那種其實可以不用咬 你就會直接吞進去的那種花生碎 好我們來吃巧克力 你看我唯有剛不然一偷吃到 我要好好來大口吃它 帶一點點酸的那種巧克力的味道 這很像我那個 某種冰淇淋嗎 嗯 茶根大石喔 對 這也真的很像 高級的手工巧克力冰淇淋的那種巧克力 會出現的味道 對 啊如果你是很愛吃甜水的話 你maybe兩個人 可能兩個人就直接咳掉了好不好 臭寥寥 這CP值滿高的 就是不會踩雷 都是讚 第三家是這個 六月初一的農情巧克力蛋捲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呢 我想說 喔這一定是巧克力的什麼東西 那它是什麼東西 我還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形狀長得不是那麼尋常 這個東西叫做巴結蛋捲 當然啦 它上面這個達門 它有一個通關密 也就是說 它就是有層次的幸福味道 希望它可以帶給我幸福 泡起來真的是很好 它很有層次感耶 一般蛋捲是你直接一咬就沒了 可是它是 你牙齒在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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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層次度擠破 還滿幸福的啦 這個會很刷水 如果玩到餓的話你可能最可留見 那我自己對蛋捲這個東西是還好的 雖然我也不是很愛吃蛋捲 它看起來超好吃 你看它中間那個餡都直接像瀑布一樣流下來 希望等一下它也可以這樣子的表現 那它現在常溫的樣子呢 大概是長這樣 OK好說不定等下烤完之後 它就會流出來了呢 就先來吃它常溫的口感 沒有鹹蛋黃的味道啊 它就是生命式 好啦有一點點那種沙沙的口感 到目前為止 落差感最大了 吃起來最沒有幸福的感覺 不行我們再給它一次機會 我把它拿去烤箱烤看看 好我們終於烤好了 它烤好之後它的蛋黃稍微有那種 流動的感覺了 開始 有比較濕潤一點點啦 然後酥皮有稍微脆一點點 一點點 喔不是啦 它怎麼跟照片上差那麼多喔 你如果講這個樣子 就不要圖片給人家期望那麼高嘛 然後我真的覺得它的肉鬆 可以換成別的東西 不要再那麼乾了 對 就是它原本有到很難吃 很普通 可以當早餐吃 好啦就是比媽媽做的早餐好吃一點 看起來也比較美一點點 喔這早日子好 那我要再次跟大家澄清 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食物 他們都以為我是在一天內 一個人全部吃完 我長這麼像豬嗎 所以我就這樣算 另外四樣明天再吃 我一定要把這句話講出來 不然你們都以為我是豬 那你本來是豬喔 第五家晚安點心房的麥卡倫威士忌巧克力蛋糕 那非常膚淺的我選這個完全就是因為 才有加威士忌 你有聞到嗎 我直接撲鼻而來耶 這一間呢 它主打它的法式甜點都是走 霧田類型的 它酒味直接火山爆發 如果你是喜歡甜點有酒味的話 那這個你絕對愛死 它酒精味很重耶 喔我剛剛吃到一粒 不知道什麼東西 它直接爆開 我都知道 嘴巴全部都是威士忌的味道耶 然後巧克力是陪沉 所以它其實是真的滿不甜的 我覺得很好吃 好酒喔現在好熱 好好吃喔 我沒有吃過這麼濃的 我真的很驚訝 這很讚耶 這一盤我覺得我會回稿 我應該是試一遍 吧 第七家 米&沙的雙層乳酪蛋糕 那我當初會看到這張圖片呢 我以為它是什麼玩具還是藝術品 它把它拍得太美了 後來我細看才發現 原來它是要告訴我們 層層分明的結構感 點進去之後才發現它是乳酪蛋糕 它說它是要半冷凍狀態吃 玫瑰荔枝覆盆子 還有莓果口味的 原來講的口味就是 看很多人評價就推到爆了 它上面有玫瑰花瓣 好漂亮 這個就外表就沒有裝飾了 我們先來吃這個 玫瑰荔枝覆盆子 哇好吃 它那個荔枝果肉 好吃 嗯 一點點酸酸的 花香很重 我們來吃看莓果 我比較喜歡喝那個 我也是 這個就比較單調一點 它的藍莓味就是 是很誠實的藍莓 不是那種化學香氣的藍莓 藍莓就沒有很出來 我覺得乳酪味道有點感觸 但荔枝玫瑰那個是真的好吃 基本上它的蛋糕提示都還不錯 但就是口味上的各種的不同 你就看個人的喜好 那整體而言我覺得 這個是我會回購的 送人也很適合 非常值得 原味時代惡魔巧克力減糖貝果 你看它的圖片 它的巧克力就跟瀑布一樣流下來啊 我覺得 我現在對於這種留下來的東西有點恐懼感 很怕被騙 那加了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要把它切開 縮好的瀑布呢 OK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不要以貌取人 我們就來吃看看 蠻香的耶 它其實還不錯耶 它是苦甜巧克力 它不是那種勾勾的醬感 它就是融化巧克力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如果要做減糖的話 可以再抵糖一點點 感覺可以在麵包店 還有類似的東西 它包的縫大概這樣子 這麼大 但不是每一個直徑都這樣 因為貝果有個地方是黏起來的 那個地方就不會有限量 它的麵包本體是乾的 就是它一定要有那個醬幫插的 落差蠻大的 你看它圖片 兩個都長了 它圖片是跟瀑布這樣 哇 這樣流下來 可是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的食物造型師 我覺得這個貝果 它的麵包感蠻重的 就不會像有些貝果 它是很有彈性的 有嚼勁的 那這一款呢 我自己是不會回購的 那你覺得咧 不會嗎 我覺得有比它更好吃的巧克力貝果 所以我覺得它可以再更進步一點點 下一樣呢就是我們的 邦谷 髒絲糠 髒髒包前幾年都很流行 大家都知道嘛 可是呢 它把髒髒包的元素 放到它的絲糠上面 那這個就是 髒絲糠的本尊 但是呢 由於它是冷凍的關係 所以我們要先在室溫 退冰20分鐘 好 我們先來把它打開 可可粉超多 喔 我覺得長得還蠻像的耶 它有一個圖片是剖面圖 它其實有點乾 因為絲糠它本來就不是一個 多濕潤的東西 它本來就 走比較 哇 你可以吃中間那個夾 超好的 它中間有一層生巧克力的夾心 再跟絲糠混合在一起 它就比較不會那麼乾 好很多 但我覺得它還有一個 可以讓它很乾的原因 是它外面那層可可粉 它會吸走你的口水 那這個呢 我自己是不會回購的 它還有進步的房間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公佈 我們心目中的前三名 那我的第三名呢 是雙塵乳酪蛋糕的 玫瑰麗芸口味 我是那個 威士忌巧 重力 那我的第二名呢 是Cheese Up的乳酪蛋糕 我就是你剛剛的第三名 那個雙塵乳酪蛋糕 一隻真的很好吃 那我的第一名呢 就是剛剛他說的 威士忌巧克力蛋糕 非常讓我驚豔的 那你的第一名 巧克力蛋捲 一個八字型的那個蛋捲是不是 那昨天拍今天就剩 我今天看到客廳就像那一盒 現在剩下那個樣子 真的很誇張 你就知道我多愛吃那個 那你們這樣看下來 哪一樣東西最燒到你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 開啟小鈴鐺 開啟話記得幫我一個讚喔 我也非常感謝你 那如果想要知道 跟著我的個人生活的話 記得就用我的IG喔 好啦 那我們下次 不要看我啦 你不是要休息嗎 你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完美的落幕 你不可能 你不是這種人 我是 好啦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會真的 из ,老闆 會